我說我一定要來 因為我60歲以後還在找工作 而且好像找的工作還不錯 也可以作為現身說法 看到很多超越黨派的立法委員 都支持壯世代 其實這是一個鼓勵 一個年齡階層 大家繼續為台灣這個社會來付出貢獻 甚至來做出更多的努力跟勞務 那吳春城委員跟我說 台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 這些世代都統稱為壯世代 以後55歲以上的 都不要再叫銀法族這種歧視性的名詞 通通叫壯世代 也鼓勵60歲以上老人盡量走出去 開創更美好的前途 我說我一定要來 因為我60歲以後還在找工作 而且好像找的工作還不錯 也可以作為現身說法 提供所有壯世代精英分子 一起來參考 的確台灣壯世代 55歲以上 佔了台灣人口三分之一 但是擁有的財富 卻高達三分之二 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值得我們重視 但是這麼多余因眾生 我們吳春城委員 首先發想 喚醒各界 來重視壯世代 這樣子一個年齡群 所以我想我們都深深表達支持之意 那未來如果化為政策 化為法律 需要立法院這邊來配合 我想我們民進黨的幹事長 各位嘉賓來立法院 老朋友新朋友 歡迎有空來立法院 多多走一走 聊一聊 讓我們一起看看這個新的國會 新的變化 期待新的國會能夠符合各界的需要 那再一次祝福莊世代活動 順利成功 容許我繼續回去主持院會 祝福大家 謝謝 院長操作 操留部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